大家好 我是Mira 这个影片呢其实就想要知道 到底台湾男生们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呢 我自己是觉得 应该大部分的男生都是喜欢那种 给人感觉很大方啊 然后很干净 水和 清爽的感觉 那所以在这个影片呢 我就会打电话给台湾男生们 问一下到底他们的理想型是如何 舒不舒服的感觉 对它散发出来的感觉 有香味 会加分 加很多就是 你知道 辛香就好 反正有一点香味还是会加分 因为喜欢找香香的嘛 然后可能躺在床上 我们窝在一起 看电影 童话故事太美好了 就如果他很脏弯呢 你倒觉得还好吗 那你不要好了 这么简单 可以的话可能会整顶一下吧 超死鱼哦 太正 很自然不做作的女生 总结一下你的理想心 爱干净 自然 清爽 然后舒服 大方 根据刚刚的对话 台湾男生都好像比较喜欢 长头华的女生哦 然后觉得自己对 喜欢的女生 其实是容忍度蛮高的 他们觉得可以帮对方整理房间啊 可是他们大部分都不太喜欢 太浓厚的味道 就比较接受 清新 然后自然 很干净的味道 所以随时保持淡淡的清香 果然很重要哦 那所以啊 虽然香味不是第一个会想到的 但却是可以加分的印象 那其实想要变香香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比几份香水啊 选对木鱼乳 而且是淡淡清香 是很重要的 那我手上的这个系列呢 它有三个不同的口味 这系列跟过去的历史真的很不一样 因为我个人呢 是比较中情这种透明的木鱼乳 然后这三款的包装 都是手快风 超有质感 说真的之前其实比较少去尝试 历史的木鱼乳 原因是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一些 独特香味的 可是不得不说 我手上的这个系列啊 它真的非常的香 它闻起来就很像香水一样 超级甜美的香氛 超香的 它的感觉就感觉很像 我置身在一个热带的岛屿啊 然后很多甜美的水果 然后感觉很像在那个 沙滩上面晒太阳 镀角 超好闻 但其实它的味道是属于有点玫瑰 然后比较成熟的味道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 可能比较适合去高级餐厅 去吃饭约会的时候 用这香味 其实男生应该会蛮喜欢的 那我觉得如果你喜欢的对象 你喜欢男生是属于比较成熟型的男生的话 我觉得用这一罐味道 搞不好可以更新它哦 超级香 这个味道其实闻起来 它是有点粉粉的花果香的感觉 就闻起来很少女 你去外面去他亲啊 然后野餐的感觉 比如说你跟朋友去游乐园玩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味道就很开心很欢乐 就有点像你跟朋友玩得很开心之后 然后一个充满水果甜甜的下午茶的感觉 比如说你像个人们一样相处 但是其实你是偷偷喜欢这个男生的话 你就可以偷偷换个味道 然后他绝对会被这个味道给迷倒 就突然觉得哦 你有点不一样 这个味道呢 其实是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味道 是清新小餐嘛 因为我觉得闻起来 好像白天你洗完澡之后 然后你去一个很文心的咖啡厅 或者是你可以跟暧昧的对象 比如说你下班下课之后 约到去电影院 因为电影院要靠很近嘛 然后他就会闻到淡淡的清香 就好像你们两个都置身在一个很浪漫的花前一样 马上有那个画面了 就如果他刚好是那种很文静的 默默观察型的男生 然后他肯定就可以默默的发现到 你身上充满这个很清新的香味 说真的 我真的有被他们的味道吓到 因为就是感觉很高级 而且因为成分也很安全 所以我用的蛮安心 所以在这边呢 把这个历史沐浴露推荐给大家 那希望大家使用之后呢 可以成为男生们喜欢的那种清爽干净的女生吧 那我条片就到这里 要继续一条片的话 帮我按理解我啦 记得followIG或者Facebook的话 就可以知道我最新的动向啦 按下订阅和订阅小铁 就不拍了我最新的视频 那我们下条片到最见啦 多谢豆婿 bye 期待